就2017年 台塑企業四大公司 平均每股稅前盈餘是9塊錢 所以當然是領6個月年終獎金 台塑業績說明會公布台塑四保 去年獲利基人 除了獲利王 台塑化 盡力802億元 再加上南亞 台化 以及台塑大賺2424億 也因此年終獎金攀上新高 根據公事計算後 發出75億元年終大紅包 平均台塑集團員工2.9萬人 可以領到上新六個月本薪 年終獎金獻煞不少人 但對此台塑工會 似乎還不太滿意 要與總裁王文淵協商加碼 那總裁什麼時候要跟工會談好嗎 他們應該不會放過你 沒有 我們總管理處 會先跟工會先溝通 我們溝通也有在做 除了台塑集團年終給的豪邁 中租企業今年獲利再攀頂峰 今年年終獎金將比往年高 表現良好者高達12至15個月 中華電訊國泰人壽年終也有6個月 至於兆鳳銀行年終加績效獎金 最高也有4.6個月 歲末將至各大企業年終也成交點 希望大老闆可以豪邁發年終 和幫忙忙好過年 記者謝文翔 謝威夷 恩賞小組 台北報導